而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位,算是一个音乐教母级别的人物,港台歌星几乎都有在唱过他的作品,他就是《日本歌星中道梅雪》。 他既是一位主持人,又是一位音乐剧编剧,他还可以写作,虽然一生没有结婚,不过,他的人生过得还是非常充实的。 这位被称作是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新音乐先驱之一的国宝集合机,在有生之年发行了41张专辑,里面所有的词曲,都是他本人亲自创作的。 有这么往上的创作力,怪不得会被称作音乐教母。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,《中道梅雪》都做出过那些令人难忘的作品吧。 刘若莹所唱过的《原来你也在这里》就是翻唱《中道梅雪》的歌曲。 邓丽君也是《中道梅雪》的忠实粉丝呢,邓丽君翻唱过好多《中道梅雪》的歌曲,这些歌曲成为了邓丽君个人的热门粤语歌曲,但其实真正的鼻祖还是《中道梅雪》。 《漫漫人生路》这首歌曲到现在为止还非常的有名气,在某个热门歌曲榜单上排行第一,这笔热量代表我的心。 甜蜜蜜,我只在乎你,更火呢。 《中道梅雪》的《青溜被王妃演唱成了人间这首歌曲》,被改编之后的编曲歌词,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,可以说是比原作更为出色的一部作品。 据不完全统计,《中道梅雪》至今已创作六万余首作品,光是给其他歌手提供的原曲就有金白手,也被誉为日本国宝集天后。 除此之外,《中道梅雪》有七十多首歌曲,被港台歌手反复翻唱,其中的冠军单曲《恶女》,更是被翻唱了五个版本。 说起来也不算诋毁,香港本就是一鱼之地,当时又赶上了文艺项目的爆发期,难免会遇到创作跟不上输出的窘迫。 而彼时日本音乐的商业模式已经成熟,又在港台地区设立了不少分公司,这才造成了大量歌手购买日本歌曲版学来翻唱。 回归正题,为什么凯天会提到,没翻唱过《中道梅雪》的歌,就说明它不够红。 鼻子在这里列起出几万番唱过《中道梅雪》作品的歌手,或许大家就明白了。 首先是西域的三位老牌天后,丰贝飞,邓丽君,徐桑凤,然后是罗文,珍妮,潘永林,张国荣,这些殿堂级歌手,再有当年特别火的李克勤,刘若英,任贤气等等。 随便拉出来一个,都是能做到音乐选秀节目评委鞋的人,以至于后来很多网友常说,仅靠《中道梅雪》,一个人就养活了半个香港乐坛。 港台歌星几乎都曾翻唱过他的歌,网友,一人养活大半个香港乐坛,对此你有什么看?